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沒有了 我讀演戲 我已經讀到最終極的文評 所以我想讀都不能再讀 但是這幾年都讀夠了 所以不要了 你覺得讀書很辛苦嗎 辛苦的 因為時間很長 還有演員的訓練 其實是設計給十八歲至二十歲的演員去做 我過了三十歲 再跟那班小孩一起去拼命 體力上很累 所以夠了 之前還在寫劇本 給大家寫劇本 寫劇本之餘 這件事我都不敢想 越寫 其實我覺得做創作不好 給太多限制自己 因為一直在想 這場戲不好寫 因為很貴 這場戲怎麼找到 但是又想回到時候 到時才解決 錢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到時才再想 我覺得創意最重要 寫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不要理會那麼多 先完整故事 然後再去想其他麻煩的事情 都希望 應該有部分可以在香港拍的 一定可以的 如果回香港拍我就很安心 因為很多朋友支持 很多行外的行家可以幫忙 當然最好 最近長時間回到香港 有否跟香港有意見 聊一下劇本 都有 前幾天下機 我5時下機 10時半開會 還沒睡醒 這個樣子又沒見過 你這個樣子 因為我還沒睡醒 因為倒著時差 這個樣子又多可愛 又多自然 不要再說了 其實很辛苦 但都希望多些 可以讓大家見面 大家可以再更新 希望最重要是好玩的角色 給我一些挑戰性的 好玩的角色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 好玩的